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核子思辯 我是核子不仁 這是一個什麼頻道? 就是講什麼都講的頻道 包括新心靈、投資、金錢、所有概念 總之有什麼新的思想 核子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主要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和大家共同成長 自從上兩集都講錢之後 很多人都私信我 核子呀 巴仁呀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關於錢的觀念上的東西 核子就和大家分享多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就好像我作一個比喻 我們怎樣去駝嬰兒 即是說在駝嬰兒之前 有很多人都會首先上網去搜尋一下 怎樣駝嬰兒 究竟要準備什麼 媽媽又要準備什麼 周邊的人又要準備什麼 然後我自己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又或者思想上高 究竟我要做什麼改變 才可以對這個嬰兒做得好呢 其實金錢也是一樣的 首先你在擁有之前 即是你現在還沒有擁有 我們首先要吸取很多關於 怎樣去取緝 怎樣去投資 怎樣去保管你的金錢 又或者怎樣不要浪費它 基本上我們都是從自己的知識學習了 然後你有了這個知識 到你錢去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只知道怎樣可以保護它 又或者它怎樣可以幫你開支散業 說錢生肯都是錢出來 這些都很重要的 然後它怎樣的流動 即是我們說 cash flow 怎樣可以運作得到 是錢可以不停幫你滾動 然後是錢生肯 即是有些人就會說是 passive income 又或者有些人是真的是 active的 你是要很主動出去拿 但是你有技巧拿到回來 一個baby 你真的要好好地放在手上 大家先記住一件事 當你沒有錢也好 有錢也好 我都非常建議大家 去管理好你的財務狀況 第一件事不要說什麼了 你有沒有安裝過一個APP 又或者你有沒有看實力的銀行戶口 例如你有沒有一個Excel 是沒有人知道你每天的交收狀況 即是你有多少錢是當了出去 有多少baby才能 drop出出去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是散工 基本上是每個小時計算的 即是每個小時出糧給你的 那些一定是屬於30元、40元、50元、60元 可能去到100元、200元 但也不會是再多很多的 當然如果你說有專業知識 加上去的是一些律師 他們可能收到1000元、2000元 都有過了 但那個乘數不會佔很多 如果你是週末的 即是每個星期的出糧 都是有限錢 接著每個月的出糧 即是好像一些定身的打工仔的一個糧 其實都不會去到很高的一個收入 但是如果你說開始 自己開公司又好 你接了一些 freelance 工作回來 是說半年期、一年期的計算 那些你賺到的錢、利潤 一定會是倍增、放大 大家記不記得 如果是一些地產項目 是說幾年 隨時是5年、10年的計劃 甚至乎有些農地的 是一賣就幾十年了 那些發展到你寶寶回收回來的 一個淺錢 就真的非常豐厚 所以我們盡量去打擊一些長年期匯報的東西 說回 在說你的寶寶放在你的手上 我們要有財務報表 我們要給自己的一個財務計算機 你要知道每日支出和收入 究竟成不成正比 你要了解你的寶寶 究竟現在是不是在一個健康的情況 那接著要做什麼呢 那你了解了寶寶穩步上癢 即是開始做了儲蓄的習慣 開始想了 那我越來越多個小朋友 那怎樣呢 你要記住一個東西 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其實你的每一個小寶寶 你都想他有不同的性格 即是作出不同的投資 這個投資標的 可以分為幾類的 第一就可以是一個保守型的補本投資 可能是買一些保險 或者是買一些比較穩定的理財產品 就是派息 那有些基金可能是每半年派一次息 或者是每季派一次息都有的 那些就是比較穩定的 穩定增長的一些基金 那或者我有些寶寶 是真的想自己放在銀行 OK 沒問題 可以做多一件事 就是你開多一個銀行戶口 那就是把這些小寶寶放在這個 你不會隨時拿到打卡 或者 grassroots扳錢的戶口 相信我這個方法有十分健效用的 你不知有可能 每個需要寶寶大約 再把10-15%的生金 又或者賺多少錢 都是10-15% 你這邊先寶寶中小錢 小錢 裡面 你這樣每一個小寶寶 都需要摑上傘 由得它慢慢做 當它增長了的時候 你再分散去做一個不同的投資 而說會不會有些比較進取的寶寶呢? 絕對可以 如果你年紀更年輕 或者你已經一把年紀 你都想搏搏搏的 完全沒有問題 投資是不在乎年紀的限制 是絕對沒有定奪的 所以你可以有些比較進取的寶寶 或者你比較放任去投資一些 比較高風險的投資標的 例如說一些股票的項目 可能只是說 因為股票也有分幾類 股票不只是說 投資股票一定高風險 不是這個 如果我們投資一些 增長型的股票 或者說騰訊 阿里巴巴 或者說一些科技股 SE 或者是一些 Amazon 或者是Tesla 這類型的股票 他們的風險是相對高的 但是 記住 當你把你的寶寶放出去的時候 你要有足夠自己腦裡的知識 去衡量每一隻股票 究竟是否合價位 或者是一個相對低位的時候 才買入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即是基本上 你投資那裡 又要再學多一件事先 把你的寶寶給出去 然後放在自己的腦裡 即是給錢上課堂 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你可以給錢上課堂 令到你的腦 是提升的 或者是成長的 絕對可以給出去 因為你給了出去之後 那樣東西 你的腦裡的思想 是會幫你賺到更多的寶寶回來 寶寶可以從不同的途徑回來 就不是只有洗了出去就沒有了 當你洗出去的時候 絕對是有用 將它變成知識 或者是變成你的思維 那你就會日後變成更多更大的寶寶回來 OK 那之後 到你養到的寶寶 當然你會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做了 為自己日後做好準備 例如說 我要有一個買樓的寶寶寶 又或者我要買車的 又或者我要投資我的嗜好 又或者我要投資我的生意 那你的寶寶 因為當你生意越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不同的投資比例 那這個呢 我首先講一點點的建議 首先 一定要把你的寶寶 儲蓄在一個另外的購物帳戶裡 然後把它放大 然後你可以再投資在自己的腦袋裡 然後再運用你的腦袋的知識 思維 然後可以放在不同的各科各門 去做一個投資 那麼說真的 好多人應 sick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理財的觀念 但令到他們得 其實文言 họpybbyray 都叫那個信用卡 我們首先在投資之前一定要學習 投資投資 先投資後投資 這件事我都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今集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於什麼觀念上高的東西 或者金錢上高的東西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點擊小鈴鐺 按訂閱 like and share這個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見 拜拜 blog com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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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